講到網軍這件事 因為現在倒數兩週 國民黨的主軸就是一直在打 民進黨的網軍 包括要正義兄弟 已經連續開了三天記者會了 但是這個畫面讓大家看一下 昨天呱吉他現在是台北市議員邱威傑 他昨天就在台北市議會的諮詢台上 報了這一段料來聽一下 我很坦白的講一件事情 今天我說真的到底誰有做網軍 誰有洋網軍在網路上做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不敢說到底誰一定都有 但是我還肯定的講 如果有人有的話 國民黨絕對不能說沒有 今天我尊重大家是政治界的前輩 就是說所以呢 其實今天講到政治上的事情的時候 我很少口出二言 我都非常的尊敬 但是在網路上我才是專家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講洋網軍的話 什麼口碑行銷公司 還是政治行銷公司 多少我也是懂一些的 如果你們這樣繼續這樣鬧 然後呢散播這些假資訊的話 我坦白講我哪天真的不爽起來 我直接把你們的網軍老家 抄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我覺得在選舉越來越近 大家越來越猛了 當然他現在他對的是柯文哲市長嘛 剛剛傑明哥口中的老柯 但是呢他要講的是 其實藍英也有網軍耶 這個是網路操作專家 呱急認證 只是在這個狀態之下 因為很多人在討論 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雖然有點樓歪 但我覺得這可能是策略的一種 很多人在討論說怎麼衝這麼快 會不會是網軍 然後民進黨衝很快 有人說這一定是民進黨網軍衝的 那網軍等於年輕選票嗎 我覺得一直以來 瓜吉剛剛講得很好 就是事實上在9月 我覺得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 9月UDN 這個聯合新聞網 總不會是民進黨的網軍吧 他就報導了國民黨在 這個韓國瑜陣營跟國民黨中央的 這個不合的地方 事實上有一個點在於說 韓國瑜陣營跟國民黨 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文傳會 說你趕快把網軍帳號給交出來 嗯 你最後交出來幾組 他只有33組的所謂的帳號 那事實上 第一個他認證了國民黨有網軍 第二個認證了國民黨的網軍 是這麼這麼的弱 所以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如果你今天在網路上面 你試著去營造一些輿論 營造去行銷你自己的看法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行銷跟商業行為 但是如果把它套上網軍 這個就必須要去想 他的內容有沒有設計到步伐